拳王泰森为什么会在十内年拜光四亿美金? 这些癖好害苦了他的一生拳王麦克泰森,是世界上最出名的拳王之一,他是继拳王阿里之后的另一位大人物,对拳坛做出的贡献,足以和拳王阿里比肩,他当年的财产超过四亿美元,不过后来却破产,拳王泰森之所以会破产,跟他的几项癖好有关, 这些癖好害苦了他的一生,去酒泰森是一位拳王,但在这同时他还是一个酒鬼,每天都是无酒不欢,每次拳击比赛之后,他都会大半性公宴,他在酒宴中喝得特别凶,不论什么酒,他喝的时候都是蹲蹲蹲蹲蹲的声音,他的那些好朋友,好兄弟,都被他喝得钻桌子底,开派对泰森是很喜欢开派对的,他会叫上自己的好朋友, 再找来一大学美女,一群人开香槟狂欢,泰森喝得醉熏熏的一起唱歌跳舞,他会为此三四天不睡觉,靠着酒精和克药来提神,就碍如超人一般,这样的生活作风严重,的危害着他的健康,吸毒泰森是一位瘾君子,毒瘾非常大,他在自传中说,我把一大包可卡因插上吸管,就像奶吸一般, 我和夜总会包厢里的人轮流吸,这感觉就像要上天,我好几天不睡觉,一直沉迷其中,这样的癖好让他最终状态下滑,比赛打得一塌糊涂,破产后泰森的毒瘾也特别大,他把毒品看作自己的生命,最穷的时候,他曾把毒瓣打得半死不活,然后把毒品抢,走, 那时的泰森活得就如行尸走肉,正是因为这几样癖好,害苦了他的一生,让他破了产,巅峰期也彻底消失了,如今的泰森已经过上了安定的生活,还成了一个吃素的,每天看到肉就烦,与自己的妻子齐齐健康的生活着,他说相比当初几亿身家的自己,他更重视如今健康的身体。